如今越来越多的通信行业从业人员 将2019年认定为5G技术的元年 随着各通信商的基础设施建设 5G时代也确实离人们越来越近 那么5G技术究竟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3月27日 记者走进辽宁移动公司 了解了5G技术实际应用的情况 自2018年12月份开始 辽宁移动就在辽宁多家智能制造企业 布设了5G网络示范区 而伴随着5G网络形成 这些智能制造企业也依托于此 研发实验了相关产品 让5G技术在智能制造业开花结果 目前我们是在沈阳和大连 打造了两个5G的试验产业员 然后目前是在沈阳的新充机器人 沈阳的沈阳机床 以及华晨邦马三个厂区 也进行了5G基站的一个覆盖 现在目前我们是在与新充机器人 进行了5G远程机器人 5G机器人智能询检 这么一个示范的一个项目 那么它就是通过中国移动的5G网络 来对机器人进行一个远程的操控 以及视频的一个监控回传 据悉 5G无线网络的特性有超大带宽 超低实验 超密连接 这让5G技术更加适用于智能制造领域 也因此 在人们还没有在个人业务上 享受到5G带来的便利时 5G技术已经走入智能制造业 5G特性都是超大带宽 超低实验和超密连接 那么这三个特性应该 首先应用于工业 比如说超低实验 它有助于工厂的一个那个实时的监控 包括一些实时的响应 包括能够提升工业企业的一个产线的一个升级 那么它会带来工业 以及我们相关产业的一个变化 从而来间接影响我们百姓的一个生活 那么投入到智能制造当中的5G技术 是否就离我们很遥远了呢 其实不是 据了解 各大通信公司正在积极建设5G基站 并且与5G相关的设备除了个人手机之外 也正在被迅速的研发出来 这是一款基于5G超低实验特性研发的5G远程签名应用终端 它呢是用了5G的超低实验特性 那么如果我不在现场的话 可以通过它进行一个远程的签名授权 现在我来演示一下 随着通讯商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未来自动驾驶汽车 无人机和远程医疗等实际应用 都会依靠5G的海量数据流通 低延时通讯超密度连接成为可能 5G时代的到来 可以更方便人们连接万物 在不知不觉当中 人们将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信息科技 智能产品的炫酷 还有针对物联网的改变与突破